呃 第三名吧 沒有沒有很好 第三名 那很棒耶 真的有奶香味耶 難道才能拿茶去泡奶嗎 哈囉 大家好 我不知道你叫什麼 大或是叫我小溫都可以 小溫 也是蠻特別的 我是後來才知道 喔 原來你有在做Youtube這樣子 都是 後面才跟你講 眉毛你有做男生嗎 有 我沒有另外一家家 我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價錢都是一樣的 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男生眉毛跟女生眉毛沒有什麼差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男生的好像比較大條一點 對 然後所以會花比較多久一點的時間 所以有些人就會假假 欸 我看你這個可以拍嗎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去年12月的時候我參加一個 韓國就是K-Beauty的比賽 對對對 但是這個比賽其實是我把作品寄過去 我得到大概第三名嗎 沒有沒有很好 第三名 那很棒耶 韓國做最一方面是不是競爭力很大 對 韓國做的眉毛都偏比較自然 然後剛好可能我喜歡的眉毛也都是比較自然的那種類型 對 我覺得妳做得很自然 嗯 還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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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誇獎我我不好意思 真的喔 就睫毛嫁接的 它只是讓自己有神 除非你要接到像國外那種 國外那種超級濃的那種 有很多人就看到 可是其實 嗯 亞洲人啊 我覺得亞洲人結獎就夠了 其實上鏡頭的時候 你自己看其實我也有假接睫毛 對對對 你自己看的時候 其實眼睛就有在放大 氣色提升了 眼波會覺得有異物感耶 喔 完全沒有 那假接睫毛呢 因為我們店本來就採的是 舒適假接 我主打就是叫做舒適假接 可以拍一下妳的工作室嗎 喔 可以 但今天也沒整理 但沒關係妳可以拍啦 因為大致上就差不多 我剛剛坐這個椅子坐得很舒服耶 躺在這裡已經感覺好 算自己真的是貴婦一樣 這個椅子有一部分是因為我 試躺過 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你不覺得這個腰很有支撐嗎 對對對 然後這邊也是軟軟的 就是我是試躺過 我真的覺得很舒服 然後我才買下手的 真的很用心耶 我創這間公司的理念是 我希望我把每一個客人 當作是溫室裡面的花朵 所以能給的我就可以盡量的給 前期雖然多花一點錢 可是如果能夠得到客戶的回饋 就是妳就會知道說 喔妳這些錢沒有白花啦 每個客人躺到這張椅子上 都會覺得喔上椅子很舒服 甚至真的有客人問我說在哪裡買的 所以妳坐的時候 一躺就要躺兩三個小時是嗎 對對對 真的 所以舒適度是非常重要的 妳LINE上面寫的週一到禮拜天都上班了 我覺得妳真的很拼耶 沒辦法 妳都創業了 對不對 不拼一點怎麼可以呢 剛創業的時候 其實前期真的 不像大家說的那樣子喔 當老闆 都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時間 反而我當了老闆之後 我覺得 休假的時候我都會害怕 今天可能路過一個客人 可能我剛好沒有招待到他 或是接待到他 然後我就會覺得對他很不好意思 真的會調整 休息個四到五天這樣 真的很關心我 因為妳對我很好喔 我知道我跟小朋友在台灣 妳就說要帶我出去玩的時候 我記得好感動喔 真的喔 妳對我太好了 第一我是真的想要帶妳去 去好玩的地方玩 因為我也知道就是妳先生工作 真的忙 再來就是可能 自己帶著一個娃 你知道嗎 很不方便 可想說 就一起休假 帶妳一起出去玩 我也可以透過妳的眼睛去看台灣吧 因為我覺得我即使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自己都好像沒有那麼了解台灣 才知道喔原來 你們眼中的台灣 真的這麼的漂亮 大概是這種感覺吧 很常有人問我說 這台灣真的有這麼好嗎 我說 因為我過去生活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我來到台灣 我知道有比較 雖然說我不想要拿台灣跟別的地方去比 因為台灣就是台灣自己有獨特的魅力 但是想要珍惜這邊 現在我所擁有的 真的 那是妳懂得感恩吧 恩啊或是媳婦啊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頻率比較接近 我不能說我真的很懂得感恩 可是我真的 我是真的真心的 關心我的客人 然後跟關心我的朋友 我帶小朋友過來嘛 然後妳就會 就會跟玩具啊給小朋友吧 雖然說我玩具準備沒有很多 但是這些玩具 確實是要準備給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媽媽帶著小孩其實是蠻辛苦的 但是媽媽卻有權力做這些美的東西嘛 因為那天我兒子他剛好生病請假了一天 我就過來嘛 拘尋眉毛 妳就拿玩具出來跟我兒子玩 我就覺得哇妳這邊有玩具 媽媽有權力變美 但是小孩子不知道幹嘛的時候 就可以帶來這邊 然後可以玩玩這些玩具 妳講一句話很感動妳知道嗎 妳講說 因為我覺得媽媽真的很辛苦 妳說妳很體諒媽媽 就說媽媽也有強力變漂亮 但這是真的 我覺得 媽媽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職業 雖然說我還沒有當媽媽 可是我曾經就是比較叛逆一點啦 所以我也上了我媽的心什麼之類的 但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我就是乖乖的一個女生 啊我就看著她們這樣一路走來 我就會覺得 所以我完全能夠知道說 哇帶一個小孩子 有多麼多麼的不容易 體諒媽媽是我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 然後當女生把自己打扮起來的時候 會為自己的內心多增加那麼一點點 或者是那麼一點點自信 對不對 對真的喔 這款睫毛真的蠻適合妳的 會讓我一直想要偷看妳的眼睛 哈哈哈哈 我也很喜歡 我發現其實還蠻多元想要創業 妳下次跟我們分享說 有創業的一些心理路程嗎 可以啊可以可以 改天跟大家分享 人都是需要自信心的 對吧 我覺得沒有自信的那個人 都會活得比較不快樂一點 可是當妳比較有自信一點的時候 妳會稍微快樂一點點 對妳就會覺得周圍的所有東西 都是善意那種是嗎 確實 但是台灣跟大家 我目前遇過 我覺得大家都蠻蠻善意的 我真的很喜歡在台灣 就是這種生活的氛圍 我為什麼說 很被妳感動哭呢 其實因為 妳真的就是 在跟才見第二次面就說 願意在我 我太熱心了嗎 妳太 妳太有心 但是我覺得妳之後還是要 就妳保護自己啦 好我會 我會聽妳的歉意 保護自己 雖然說在台灣很安全 但是有時候 保護自己啊 對 但是我可能覺得真的跟妳超遠的 加油我相信妳一定會越做越好的 謝謝謝謝謝謝 我真的覺得我今天能夠 遇到妳跟做到妳 我也是蠻感謝的 真的有奶香味欸 她怎麼 難道她拿茶去泡奶嗎 嗯 真的很好喝欸 我沒有喝棒這麼好喝 茶 那拿回去給我老公喝一口 好 可以拿回去給她喝 是不是很酷 她就是 清的茶喔 我第一次喝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Menu的時候 她就寫 有奶香味 我想說 屁咧 是多有奶香味 對不起我講髒話 喝一口 真的有奶香味欸 真的欸 一開始妳跟我說 有奶香味喔 奶香味 明明不是白色了 怎麼會有奶香味 喝一口真的有奶香味 對 妳還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嗎 沒有 如果大家真的有喜歡 就是再來找我做霧媒 或者是加接睫毛 就這樣 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霧媒的朋友 可以加老闆的Line喔 我在那個留言處有 有放那個鏈接是嗎 那個鏈接 台灣是說鏈接嗎 連結 喔 連結 喔 對 妳下次可以教我講一些台灣腔嗎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腔 真的喜歡嗎 可是我覺得我老公的台灣腔不濃 不濃嗎 對 真的嗎 我發現其他的台灣男生 他的台灣腔很濃 妳是想學台灣國語呢 還是想學國語 不想要 只要是台灣腔我都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台灣腔 妳說Stay Stay嗎 妳是說Stay Stay嗎 不是啦 就是很威牛那種台灣女生講話 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謝謝大家啦 掰掰 很棒很棒 來 現在妳這樣認得了嗎 那妳現在要誰 我要壓解二 好棒